国际连锁今次招牌顶级饭店大战一触一发 总算暖的新闻长老张博翔台北报道 而我们再来看到的 其实现在台北市的新一区可以说是五星级饭店的一级战区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W Hotel呢 是405间的房子 那么这些方面我们再来看到 除了它之外呢 还有之前是在卡位的韩社艾美酒店 还是艾美酒店是250间房子 那么另外呢 金华潘家也原本上纵新一区的金华地段 要引进平下品牌的金华酒店 但是这个计划当中临时海叉 不过呢 中泰集团引进的东方文化酒店 套这几个号都是要六星级 好的 回到我们来讲到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现场 看看说这里面的东西多到豪华 包括了我刚刚讲说 念之在之的3000块的汉堡 长什么样子 还有据说它的Lunch Bar 它的夜店旁边就是游泳池 不过他们说不是要给你游的 只是要让你感受一下夜店开发的味道 好了我们到饭店 听谢的报道 房间里一整面的落地窗 可以让你俯瞰整个大台北的景观 而房间内的装潢风格 非常的温馨舒适 就像来到自己的家 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就要价三万三 苹果绿沙发呼应绿油油的地毯 要价十几万的设计师 登座当主角空间纸板立刻升级 从客厅卧室到浴室通通都有view 想住还得排队等到四月 潮白贪念现在是一房难求 不过如果你没有上万元的住房预算 在餐厅里面吃buffet 吃到饱千元又找 鲜明的黄色调装潢 搭配纷纷西点蛋糕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网络各族群的涛客 有平价buffet 也推出一克要2200元的松露鸭干牛肉汉堡 港式餐厅则请来香港民厨坐镇 开放式厨房 挖着脆皮烤鸭和蒸笼小点心 美味看得见 不过一碗台南蛋仔面就要价320元 价格超奢华的餐点附加价值 是一旁的泳池美景 给人聚深灰色丛林中 蓝色湖泊的美丽错觉 白天这里是具有度假风情的空中游泳池 到了夜晚就摇身一变成为时尚lounge bar 一杯调酒最低消费250 坐在沙发区代价更高 一桌低消就要5000块 景观就是潮牌饭店的卖点之一 像这一间紫色的夜店包厢 正对台北101 一个晚上的低消是9000元 品酒 长鲜 关键 潮牌饭店一开幕 除了国外商务客抢着订房 餐厅夜店每天都挤满人潮 几乎全是来朝圣的国内白领时尚族群 惊人的消费实力让人大开眼界 东西能一新闻成的张博香 台北报道 我们看到这个一波又一波的五星级饭店 大家就这样子